古建築亦是充满欧式风情 天津市政府近年致力保存 和翻身赴欧洲色彩的古建筑 吸引游客 目标是未来五年游客增加一成半 无可较早前去天津看过 意大利特色广场 各式各样的意大利餐厅、酒吧 这里曾经在德国租界 留下了不少德式建筑 现在打算发展成为 富有德国特色的娱乐餐饮中心 晚清时期的天津 九个欧洲国家都在这里或有租界 各种欧洲特色的洋房、古建筑 至今仍然保存良好 这里是五大道 拥有过千度欧洲式的建筑小屋 加上这些有马车坐 是不是同一时间怀疑自己去了欧洲呢 很古舍 这种古舍在中国很多城市都保留下来 因为这是一份相当丰富的遗产 应该保留下来 然后继续发扬下去 近年都多了旅客来到天津这一区 来拍婚纱照 所以提供这一类比较梦幻式的马车 给一些旅客租用 一般来说 大概每半小时就租要400元的人民币 05年开始市政府逐步翻身重修这些特色的古建筑 带动旅游要发展 希望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 目标要在未来五年 每年有2000万人次到访 港澳台的旅客就是其中一个的重要客源 天津市将会在未来两年 将会增加超过30个旅游项目 包括会兴建一些度假村和一些主题公园 同时都会增加市内的五星级酒店的数目 配合旅游业的发展 亚洲电视记者毛海尔在天津